现在人把三星就当成健康 把水星当成财 他at best 他了解的就是这样子 好 小群这里有问题是 来把它放下来 嗯 啊小群我建议你去看我们之前 上一期的有意问答 我不晓得有没有 好其实过去好几期我都有提到 有那个飞行方面的 你去翻回去哦 去看回去 ok 我我讲的蛮透彻有些东西哦 那么呢你们可以看回去 那么基本上呃按照刮围来看呢 你不用看因为我这里我不飞那个飞行 我有用那个九星 但是我的星不会这样 飞啊 三十七也是有讲到吗 应该是啊 所以我的那个星是不会飞的 但是我有用 我用每一年什么星来啊 那个在于我们的地理 课程 我们看一个地的话 看这个地方的龙脉啊等等 我们会用到 但是如果没有龙脉等等来支撑的话 你不用看这个 ok 而且现在的那个所谓的飞行的体系啊 现在一般人在用的我都那个 啊看了是那个挺沮丧 其实飞行本身并不是你们想象 这样子来用啊 他 你们要你们在用的时候 特别你们如果你们明白什么叫做 呃山山上龙神不下水 水里龙神不上山啊 这些概念的话 如果你们真的明白 而且懂得如果去布局的话 那么你就真的明白 如果我刚才跟你讲的东西 你不明白的话 to avoid ok 先不要去研究啊 avoid 因为 现在很多人搞的都是 等下古董种了 等什么种了 对比武皇了 看到武皇就吓到那个屁股尿流了 有没有 后来武皇到了房间 连房间都不敢睡了 然后我觉得现在是神经病的吗 神经有神经病 我不是说那个体系神经病啊 我是ok的我会用的 我很厉害用 我我也可以用的 但重点是用的人啊 现在很多神经病 所以已经 不不不不不不正统啊 啊现在比较拼现在产品方面的那个叫做 或者是那个 怪里怪气的啊 怪里怪气的好像很神话的那种 感觉 已经不是脱离阴阳了 你看不到阴阳 看不到阴阳 看不到 太极看不到 三三三三星水星啊这类东西 真的看不到阴阳 现在人把三星就当成 健康把水星当成财 他at best 他了解的就是这样子 很很沮丧看的啊 所以告诉 shock chin没有必要的话 先不要去看啊 以卦位为主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我们只要 只要卦位做对啊 其实就是长期的 ok 长期的 其他的你要再调整 就按着你的application 你的requirement ok你需要做些什么 再来调配那个卦 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长期用的 不用每一年一直在变来变去啊 有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那么那么麻烦啊啊 很多人学了风水之后啊 我跟你讲跟家人啊脱节啊 家人在那边看着他 他在那边看着风水 每天在酸 到底哪个气到哪里了 哪个气到哪里了啊 那个心到哪里了 后来他就必来必去 今天这么这边睡 后天另外一边睡 后来呢 他的家人就 哎为什么你今天又换位置睡 今天那个武皇到我的那个位置啊 不能睡那边了 有没有 后来他每天在换位置睡啊 他的生活几乎忙于 你怎么去算 算 哪哪一天什么心 到那个地方 他应该怎么必 ok 现在人很多 你说他神不神经 他的时间全部花在那一个懂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宁愿他不要懂风水啊 对不对 也不要把风水搞到那个 连旁边的旁边的人都认为说 什么来的这是真的风水吗 风水把一个人搞得那么神经 那么我们还要那个去学风水吗 对不对 我觉得对我们学术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我们华人学术啊 一点帮助都没有 ok 是一般 江湖人家那个钻刺用的 那个 呃 长话短说 好 好 所以小心 那 来看看下一个再多一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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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